歡迎我們的新劇女神 歡迎我們的嘉祺 歡迎金州的王遠 歡迎 歡迎新劇冒險家 李傑 歡迎我們的新劇寮寮 我是浪漫大學女神 我們邀請四位一起拍一個舞照 請學姐跟小學弟靠近點 聊聊聊聊 來 認識學姐 不然我是學姐嗎 好 這兩個人是俊女教授 來 四位正前喔 謝謝 好有可能 在12月16號 就可以讓大家一起來見證 我們所有工作人員 一起用心努力完成的一萬步 準備好 麻煩四位右下方 四位的左手邊 我們看一下 謝謝 再看一下 謝謝 謝謝 我們請工作人員交麥克風 交給導演 交給金智 還有王遠 還有雅妍 好 我們先請導演當代表 憲哥先好所有的貴賓朋友們先打 大家好 我是男主角 王遠 很可愛喔 自己說我是男主角 然後我們介面 終於 在12月16號 我們就有這麼棒的作品 要呈現給大家了 甚至有一些導演 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這個故事好不好 他講就是欸 不是就是一個就是 一個就是家庭 然後 然後 家庭關係 但是他又很喜歡 跑步 因為跟我們一起 從小到大 就是一天跑步 然後 但是他有被就是 被拒絕 然後 那個 校隊不收 但是是碰到他 他給我們很多 他用他的 他用他的 他用他的方式 讓我們了解 這件事情 然後 繼續 然後 越來越早 越來越不到 對 就是 遇到了這位學姐教練 在這個跑步上 一些關鍵詞 未來大家在人生的過程當中 遇到挫折 可以這樣提醒自己 說人生經濟 其實是 對 我們先請你兩年 我們分享一下 請問 你在裡面飾演的 請學姐 整個超靈演出 欸 這是一個 沒有 還是超膩 我覺得 你是整個 超靈的意思 是超膩 而且我今天 在19天 碰到賴雅蓮的時候 我就說賴雅蓮 你現在整個人發光 真的是散發的 女神光 我講 我是發誓 我講真的 你知道他們剛剛那個 曝光度都在往下跳 因為他就 爆掉 你看現在整個人都發光 那你替我最後一段 我幫你接受 對 我把大家剛剛的話 都在同誠店 是 因為公里的夜店 這部電影啊 講的是一個夢想 那夢想呢 他們就是用一個比較 呃 一個女神的方式 所以 他們講床的故事 是 然後小熊 他就是一個跑者 然後我在 其實在戲裡面 之後以前這個角色 裡面也是一個跑者 但是 受了一點傷 然後需要一些挫折 然後本來已經想要放棄了 但是呢 透過看到黃遠 這個角色 在戲裡面 不虛擾 然後想要 跑贏 想要跑到 想要衝刺的 那個 那個熱情 跟地獄 然後自己也被感動 所以我覺得 他能夠成為一個 很優秀的 什麼 啊 那個選手 對